第2688集 竟是直接将叶琛的胸口挤出了一个大洞 大洞边缘呈现焦糊状态 云野还有无数火苗从其中窜出 叶琛双眼一凸 只感觉自己的意识一阵扭曲 整个身体都在疯狂颤抖着 这恐怖一击仿佛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他那处在崩溃边缘的身体更加危险 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若是一般舞者到了这一刻 即便内心再强大再坚韧 也要放弃了吧 那山湖海啸的痛苦 那即将神魂俱灭的恐惧 相比而言 接受死亡也许更加轻松 但叶琛岂是一般的舞者 直到此刻 叶琛眼中的光芒依然没有分好的动摇 反而更加明亮了起来 越是到了生死关头 叶琛便越是不允许自己倒下 挺过去 必须挺过去 他身上有太多太多的责任 不允许他接受死亡 叶琛狠狠地一咬牙 咔嚓直声联响 一口牙齿都被他给咬碎了 他的脚步猛地一踏地面 借着那赤焰见光轰击到来的冲击力 整个身体瞬间化作了一枚炮弹一般 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朝着那地下通道飞射而去 这一切看似复杂 实际上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而在叶琛身形飞起的瞬间 又是一道剑光 化为一道赤焰匹炼 急射而来 即便叶琛的速度极快 比之这剑光还是慢了一分 那剑光紧追着他 几乎就要追上了 以叶琛如今的状态 再吃下林竹青的一剑 除了行神俱灭 没有第二个可能 林竹青美眸之中的光芒 愈发沉冷下来 计算着剑光与叶琛之间的距离 三寸 两寸 一寸 他的眼中骤然爆发出无尽杀机 在心中暗喝道 中 那赤焰剑光刹那之间 便要斩中叶琛的身躯了 可就在这时 叶琛的身影却是提前了一瞬 隐没在了那地上通道之中 同时轰隆一声巨响 那通道入口的大门瞬间关闭 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 整个神殿都要被火光所淹没 就连这遗忘大路 都是再次聚颤了起来 火光收敛 火圈之中的林竹青 翘脸之上浮现了无比难看的神色 凝视着那祭坛之后的通道 此刻 通道大门已经被轰得近乎破碎 可林竹青现在却是无法攻击叶琛了 为什么 叶琛已经进入了地下通道 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他若是想追击叶琛 便必须离开这火圈 可他的衣物却是被叶琛给偷走了 林竹青的美眸之中 浮现出无比羞恼的神色 怒骂道 无耻之徒 竟然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你还算是一个羞舞之人吗 林竹青气愤地胸口一阵起伏 天刻之后才平复下了心境 美眸闪动地看着身下的火圈 这神殿附近没有能够避体之物 而且他的体内拥有一丝玄月真火的气息 普通的衣物会瞬间被这气息焚毁 根本穿不了 眼下也只能从这火圈中采取火元素精化 以此炼制一身衣物了 他冷哼一声 目光冰冷地扫了一眼那地下通道 他知道 这神殿之中只有一个出口 夜晨即便进入了这地下通道 也只不过是延缓死亡罢了 根本逃不出去 所以林竹青倒也不是很着急 现在 他只需要炼制出合适的衣物穿上 再去灭杀这小贼便是 就让这小贼多活片刻好了 他虽然希望夜晨马上就死 可也不希望被夜晨多看一眼自己的身体的 想到这里 林竹青当即伸手一饮 点点火元素精化 便在火圈之中凝聚而出 夜晨跌入通道之中 残破的身躯在阶梯上翻滚着 流下了大片的血迹 最后重重地砸在了通道尽头 他隐隐听到了林竹青的喝骂 不由地面现苦笑 为了活命 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若非他偷走了林竹青的衣服 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吧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赌林竹青因为那玄月真火气息 不能用普通的材料壁体 所幸他赌对了 暂时保住了性命 他扫了四周一眼 这地底之下好像是一个会谈室 估计是为了当时的祭司 与陈月海的高层商谈之时准备的 玄海宇沉声道 叶辰不要大意 现在林竹青应该再收集火元素精华 重新炼制衣物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就在这时 叶辰的面容又是一阵扭曲 一道银色火焰从他的七窍之中狂涌而出 给我灭 叶辰爆喝一声 施展六灭真诀生字片 以那无尽的毁灭之力 生生将那玄月真火的力量压制了下去 不过也只能压制片刻罢了 叶辰目光狂闪 这玄月真火不愧是域外神火榜 排名第七的存在 看起来散发的火光 宛若月光一般温和 可实质上 真正爆发之时 却比猎羊还要狂暴万倍 即便是以他的体质 都要无法支撑了 眼下只能拼死一搏了 一边镇压着玄月真火 一边以玄焰进行吞噬 他能否活下来 就是要看看 是玄月真火先融化了他的身体 还是他的玄焰 先将玄月真火蚕食殆尽了 下一刻 叶辰体表的蓝紫色火焰 骤然一脸 疯狂地涌入了经脉骨肉之中 与体内的熊熊银焰撞在了一处 那银焰滚滚 散发出滔天火光 似乎瞬间就能将蓝紫色火焰扑灭 可就在这时 无尽黑光涌来 这黑光交织之下 凝聚出了半枚漆黑符纹 滚滚毁灭之力 从这倒印之中散发而出 镇压着那银色火焰 而蓝紫色火焰 便趁着这个机会一涌而来 疯狂啃视着 那被压制之中的银色火焰 玄焰的等级与玄月真火 差距甚大 基本是根本无法吞噬玄月真火的 打个比方 如果说玄月真火 是一条百丈神龙的话 玄焰最多是一条 小臂长短的小蛇罢了 正常情况下 小蛇如何能够以神龙为食呢 可现在却是有一只大手狠狠地将这头高傲的神龙按在了地上 令其根本无法反抗的 趁着这个机会 这小蛇便能从神龙身上咬下一丝血肉 当然 若是仅此而已的话 小蛇也依然没有将这头神龙吃下肚中的可能 因为这神龙的身躯 乃是小蛇的千万倍之大 按照这种速度吞噬 已千年都未必能够将这神龙吃下 而那只将神龙按在地上的大手 却是在神龙的挣扎反抗之下 不断颤抖着 一看便知 根本无法坚持太久 这看起来依然是个必死之局 好在夜晨还没有完全绝望 原因就在这小蛇身上 神龙虽然非凡 但这小蛇也并非普通的小蛇 此刻 那小蛇的身躯 随着对银燕的吞噬 竟是飞快地发生着变化 这小蛇竟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成长 变化着 眨眼间 竟化为了一人长短的大蛇 并且其周身鳞片 愈发明亮 蛇身之下 隐隐献出四个骨包 头顶露出了两根损尖一般的小脚 这小蛇竟是向着真龙进化着 夜晨眼中金光暴闪 玄焰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那就是吞噬进化 随着玄焰对玄月真火的吞噬 其等阶也会飞快提升着 吞噬速度自然大大增加 如此一来 在自己无法镇压住这玄月真火之前 玄焰还有一丝希望将那玄月真火吞噬殆尽 如今的夜晨一边要镇压着玄月真火 防止被真火反噬 将自己稍微灰烬 一边又要面对林竹青的追杀 可谓是死局之中的死局 但他却只能拼尽全力 在这死中求活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夜晨体内的玄月真火的火势也微弱了一分 虽然意识极为强大 但笔之一开始却有了明显的减弱 另一边 玄焰却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蜕变 宛若蛇化蛟龙一般 此刻的玄焰火势大涨 颜色也从蓝紫之色 转化为淡银之色 荧光之中 隐隐流淌着屡屡紫气 此刻的玄焰 竟是已经到达了突破的边缘 虽然即便突破了 那玄月真火这种级别的神火 还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但如此一来 玄焰便会发生质变 吞噬的速度将会大大提升的 另一边 火海之中的林竹青 身前赤红光芒闪动 无数火元素精华 凝聚成线 隐隐已经勾勒出了红裙的轮廓 留给叶晨的时间 不多了 只是神殿之中的两人 都没有发现的是 在林竹青与叶晨战斗之时 遗忘大陆的某处地底 却是有一双金黄色的树桶 瞬间睁开 朝着那神殿所在的方向看去 地底之中发出巨震 一道黑光骤然冲天而起 化作一道漆黑电芒 朝着神殿所在的方向击射而来 轰隆一声 叶晨的体内猛然发出一阵雷音 那是爆裂声 悬焰的爆炸之声 已经化作了大片火海的淡云色悬焰 突然爆裂 那滚滚火焰都化为了极为精纯的火属性精华 朝着一个银紫色的小点 飞速凝聚着 悬焰要进阶了 那悬月真火感应到了悬焰的变化 似乎也开始有了慌乱之意 更加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夜沉面线极为吃力的神色 那镇压着悬焰的漆黑大手之上 也在银焰的焰烧之下 有了融化的迹象 他低喝一声道 不行 这样下去的话 我要压制不住这悬月真火了 悬寒玉也是宁声道 不错 你现在最多只能在压制半炷香的时间 即便悬焰进阶神火 这时间远远不足以让悬焰将悬月真火吞噬殆尽的 夜沉闻言眼中闪过极为狠利的神色 沉月海圣物 神火榜第七 你跟老子发狠 老子比你更狠 夜沉抱吼一声 乾坤之气瞬间爆发 那一枚镇压在悬月真火之上的符纹 竟是隐隐产生了细微的变化 仿佛要朝着完整的倒印 蜕变一般